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这个游戏呢 我个人感觉非常的好玩 叫做滑雪大作战 这个地方上来有一个 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死的界面 就是被创复界就判定死亡了 这里我们换一个大鼠 我们先滚自己的雪球 创飞一个 漂亮 这游戏有两种可以击杀对手的方法 第一种,你滚雪球创它 当然我这么说肯定有第二种 第二种就是你把它挤出去 就是车和车硬挤,不用雪球 也是可以把人挤到这个屏幕外的 但是比较费劲 这里有两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第一,如果对面拿的雪球比你大 那么用雪球去换它的雪球 是稳赚不愧的 第二,如果对面的雪球比你小 那么我们就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 不跟它正面硬碰硬 因为它明显就是想 通过用它的雪球创我们的雪球 把我们的雪球创掉 然后来防止我们给它造成伤害 这个地方这么艰难的角落 我今天爬了上来 我这个车性能挺好 这个游戏会随即划分这个红色的区域 红色的区域就是 它马上就要落下去了 就是踏下去了 不属于战场的一部分 掉下去一样会判定你失败 这个游戏还有一种方法 这个雪球呢 你滚到一定程度 你原地不动 它会朝你面对的这个方向 对,面对的那个方向发射出去 就类似于一个 龟派气孔 远程雪球龟派气孔 比较的好用 但是我用出来的次数非常的少 因为一般滚完这么大雪球的时候 基本上对面全没人的 这从侧面来表现出了 我这个游戏的实力非常的强悍 这地方这是什么 这是晴天柱吗 我这个新皮肤 有点像那个晴天柱 都是蓝色的那个车头 然后红色的底 然后我在录完这个视频之后 我自己又玩了两把这个游戏 然后被一个人的超级远程 龟派气孔打中了 一下就给我踏出屏幕外头 就没有那个一颤一颤的那个 被打中的那个特效 直接就给我打出去了 我我瞅老大的一个雪球 向我滚了过来 然后我跑不过它 因为它那雪球太大了 而且它处于脱离人物 这是不在你手上了 你已经给它发射出去之后 你就不能拿你的雪球去抵消它了 算是一个比较不合理的地方 我希望游戏的设计者 能稍微的赶那么一下子 我这要求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自己菜 然后赖游戏设计的垃圾 没错就是我 我就是这么厚脸皮的人 这个游戏 作为一款竞争型游戏来说 我个人推荐的指数 五星版的话大概有四成八左右 非常的好玩 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玩这类游戏 到这里呢 本期视频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游戏叫做滑雪大作战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玩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玩的其他游戏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